好 各位朋友 歡迎來到我們聚員書7的網上節目 黑木崖 今天很高興 請到兩位嘉賓上來 今天的題目是講靚毛的 兩位嘉賓分別是古賓先生 他是漂流製作的 我身邊的是劍靈 他是來自基督徒學生運動 我經常都害怕 有別的名字 你知道漂流也可以 漂流在別的地方 兩位今天都會講靚毛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兩個都有很多接觸靚毛的機會 我問了古賓 古賓你比較熟悉靚毛的分類 只是經言巧合 可能會知道 一般我們想到靚毛 首先 我不知道是否龍友那些 算不算靚毛呢 幫人拍照 那些當然算了 那些不年輕 那些是年輕 年輕就是年輕 是嗎 這個是挺開心的搞法 是嗎 即是龍友隊那些 對 龍友隊那些是最多人聽過 對 對 對 我也認識很多個 譬如彈彈 彈彈 不是彈彈 不是嗎 是彈彈 彈彈 對 還在這裡 我還要一些廣告 還有哪一類 彈彈出寫真 是嗎 彈彈出寫真 是嗎 彈彈出寫真 我不要說 不要說 另外還有另外一些 例如Promo Girl Promo Girl 例如大家經常離開 在樓下看到有些女孩子 會拿著相機 或者什麼都可以拿著 總之她拿著就是一些人 拿著拍照 掛著相機 或者介紹手機 那你要試手機要這樣拿著 可以這樣試嗎 那我就算了 因為沒有印象 我試過那一隻 是嗎 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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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嗎 是這樣的 我看到那一隻牌子是這樣的 OK 可能不是常態 另外除了Promo Girl Promo Girl 我想是為包 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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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其實有些他們可能 有很多酒 有很多酒去那些 酒去那些 跟我們走去不同的班牌場 那些 那些 我都試過 看過有些 例如飲飲客 突然走一隊人進來 叫你買牌 師傅經常吃煙 那些 那些算不算Lammo 又會拿著牌子 你看到很年輕的Lammo 是嗎 當然你說那些叫你 啤酒妹那些 就比較成熟 那些是靈魂派 那些場地做啤酒妹 Lammo 有些都會蓋上去 見聞 見聞 還有其他類型的Lammo 還有什麼種類 我之前因為教書 然後訪問過的 他又說多很多種類 還有什麼種類 種類 他們的工作 原來是很廣泛的 譬如會拍些硬照 但也可以拍廣告 譬如幫文女 所以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 Casting 可以去 可以拍硬照 拍廣告 還有什麼 試妝 試妝 他只是設定頭 只是幫你做妝 是啊 那些化妝學校 都可以請Lammo 即是教化妝 他會被人化 然後 有一次我告訴我 有一個朋友化妝 因為要化一個很特別的妝 用唇膏來塗眼睛 後來他很難洗 覺得很辛苦 很刺眼 那些 被人化妝 或者被人弄個頭 弄損頭髮 那些 那些 受傷 是啊 他會受傷 譬如指甲 他又要幫你弄掉 那些要幫你磨眼 那些要幫你磨眼 其實那些做得多 都對自己有受害 身體都不是的 頭髮不好 脂質不好 還有哪些呢 不如出寫真 也算是Lammo 出寫真 那些是有間公司 在外面支援的 那些比較 就是 財用勢大一點 一些 另外有些 他會拍 例如 剛才說拍CM 可能擔正 那些光文女 那些 但有些不是的 有些其實站在後面 他拍MV 後面其實有一些 有些女人走去 是啊 其實他已經出了場 可能他拍了一天 但你看不到他 在MV裡面只能看到兩秒 哦 我記得 最初 剛才有人說過 阿Q還是阿San 好像是在容祖而某MV裡出現過 那些 即是找個紅圈 人影一閃過兩秒 當然 他看到 就是那種 那種 那種 凡是比較年輕的女生 他們從事一些 其實算是甚麼 這個是 表演的 表演的行業 表演性質的工作 都多多一點 可以叫做Langmo 那 剛才 我們有聽過 公司和沒有公司 沒有公司的分別 即是Freelance Model 可以多說幾句 有公司和Freelance的分別 有公司都有兩隻 即是有一隻 他本身是綁著你 他綁著你 但他甚麼都不做 另外有一隻 你可能見到很厲害 即是 那些出了廣告 做了代言人 那些 那些當然是開心 但剛才我講的那隻 他綁著你 其實他本身 他可能不只是有很多工作 給你 那些是有公司 但是 沒有飯吃 然後 見到有些模特兒 他寧願是Freelance 他Freelance 是甚麼工作 他都值得 是的 但有公司綁著那個意思 是否就是 一定要得公司同意 才可以接任何 即是 很闊的 他寫得 通常你所有表演的東西 包括做主持 包括錄影 所有東西 包括你要出你的聲音 他寫得很清楚 聲音 appearance 等等 即是全部都是他遮蓋的 一個所謂exclusive contract 那這個就跟那個合約有關 但你剛才剛才說過 另外有一些language 就沒有那個contact 寫得那麼死 是嗎 剛才那個就已經叫做 沒有寫得那麼死 那些同學寫得那麼死 他都包了這麼多東西 不過就叫做 你甩掉他那時候 他又沒有 penalty clause 我只是說 不是說 所以沒有那麼死 就不是說他包一些東西 少一些 不是 即是甚麼都包了 有些可能是寫commercial 是 但有些可能他要包埋 可能做義工 那些都未必 義工都包埋 不可以 即是他真的走上來 說免法幫我們做一集 都不行 是的 你看到contract 如果contract寫commercial 那就可以了 好 我這次這個是義務的 那就可以了 即是有些動物 是的 但其實是 是不是義務 都要問準那個公司才是 其實你自己看回那個片 會不會出門 譬如我們很有信心 這個片 是會全香港廣大的市民都會看到的 即是公司的經理人都會看到 那你就最好說聲 哈哈 其實就是經理人看不看到 最後的底線就是那 不過呢 上次呢 即是我的學生 是訪問一個Lemo 他是有公司 他都會問準他公司 才可以接受我的學生的訪問 還有他會知道這個是做功課的 即是不會publish的 即是不會影響他的 即是也不會影響他的 這樣就可以接受訪問 其實是很嚴格的 那些 我們說了這麼多次 即是收錢的是怎樣 其實是否 即是 我先簡單地說 譬如有兩種contract的 有些是有報告拍 等等 有些是乾精的 可能在那裏簽約之後 就在那裏走錯 那些是沒有的 那是否應該一級一級 這樣下來 那個金錢上的收入 應該會 是未必的 因為如果他freelance 他拼命接工作 接很多拍照的工作 我也知道有人 是freelance 是負擔的 即是他可以接到 不接多 他可以接到很多工作 反而如果公司是抽佣 即是他抽了你一句佣 那 不過當然 如果你說大公司 可以均真一些 他真的說 他抽佣多少 他都寫在那裏簽約 那你現在有數得計 那 其實還有一些 freelance 他都不是直接接工作 有個經理人 中間有一個人 就是找人 其實他中間 已經拿了一塊錢 走 即是所謂濕腳 那些 是的 濕腳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Langmo 都有幾個不同的種類 還有就是 有些是好 有些是不好 剛才你說的問題 就是所謂全職 全職 其實大部份Langmo 是否不是全職 這樣說 只有小部份 真的可以全職做Langmo 即是如果你說 簽約職員 那些 他也真的會捧他 那些 他會全職做 但如果你不是 平時都大部份時間 沒有辦法開 那 當然要做其他工作 即是Promo Girl 都不是 每天都可以做Promo 都不是 但如果是這樣 這些人 坦白說 他應該另外一些工作 或者一些活動 那其實通常是做甚麼的呢 譬如 Let's say 我想找一個Langmo 撞一下Langmo 我除了在工作上 看到他們 我去哪裏也看到他們 有些本身讀書 即是學生 有些本身讀書 有很多本身 譬如你上次訪問那個 我上次訪問那個 他是學生 他好像讀一個 遙距的大學的 不是 大專的一個課程 於是 他就告訴我 他工餘 不是 課餘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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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去做Langmo 工餘的時間就讀書 對 課餘的時間就讀書 然後 我也有問他 譬如 他會去做Langmo 但由於 剛才我們都可以再談 就是公司的錢 那些怎樣分 原來他有很多的 其實都是沒有錢的 譬如他去一些Party 或者去Casting 都是沒有錢 接著沒有錢到一個地步 然後我問他 其實你 這裡又賺不到很多錢 但是都幾花時間 他去那些Party 可能一個月都去到三四次 那我就問他 這個都不是很賺到錢的 這一份工作 他就說 都是課外活動 就是出去見識一下 認識一下人 學一下東西 學一下怎樣做人 課外活動 太辛苦了 但是可以學到做人 真厲害 學到 但是譬如 你剛才說到 他們去Party 可不可以多說兩句 因為可能朋友 不知道所謂Party 是不是 大家可能想到一些 可能我這些 想說 Party是不是遊艇 那些 經常聽聞 遊艇有很多 有很多Langmo 然後又有些公子 是不是那種 我們訪問 我們訪問的時候 都不明白這個概念 他說Party是什麼 他說Party 譬如是 有某運動牌子 推廣他對新的運動鞋 或者型號 那樣 他當然會請了一個Langmo 就是拿著鞋 那樣 他就不是被人請那個 但是他們如果可以的話 他公司的經理人 那樣的物體 都會帶六七個女生 即六七個Langmo 去 就是希望看看別人怎樣做事 就是別人被人請的Langmo 怎樣做事 或者認識其他人 他去這些就叫做Party 或者其他標都可以 就是剛才說明標那些 都可以 還有我覺得 他給我的感覺是 如果他可以去到這些 沒有錢給他的Party 已經是一個榮幸 就是已經是一個機會 因為他公司 可能都有幾十個Langmo 都不一定要選他 即使他一些不用錢的Party 即是沒有錢給他的Party 都已經是一個 Honor 對他來說 不止Party 很多東西都是免費 不用錢的 還有些甚麼 我們可以說 其實就算你看到 在雜誌裡面 看到的模特兒 是很多不用錢的 哦 雜誌也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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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這個 某某日本食肆 然後淘寶出了一個新的 不知道北海裡什麼 那些 有些 例如 你介紹一些很漂亮的地方 是 他已經帶你去 對不對 哦 例如 介紹一些半島 不知道什麼什麼 例如 某某 例如 Travel 那些 那些 他已經 他已經 包了你 對 他已經包了你 可能去澳門 澳門 也有 或者去台灣 他已經包了你 那去澳門 去台灣 但是沒有錢收 對 對 其實只有幾本雜誌 無謂說 好 其實還有一些什麼 沒有錢收 例如化妝 或者衣服 都會的 有些雜誌 他們化妝也沒有錢收 首先要自己化妝 不是 他可能是 一個化妝 是沒有錢收 即他幫那些雜誌做化妝 沒有錢收 那也是沒有錢收 對 Cover Girl也是可以沒有錢收 Cover Girl也沒有錢收 因為他給了我們Cover 蛤 厲害 你做什麼都可以是沒有錢的 因為文化二公 最學生 哪裏會有錢收 應該是這樣 其實真的很一間間 有些工作 都不如說有錢 但是 大家表面看起來好像很風光 好像 經常都可以出現在你的眼前 很開心 但是其實既然 你都覺得很開心 那那個出版社都知道 他都知道 這個機會很少 那你肯免免費做 你不肯免費做 你不肯免費做 真的 可能聽說他這個小毛 真是不易做 我們知道 可能他們的心態上 都需要有些調整 或者下一節回來 我們就要講一下 究竟小毛應該 面對這個工作的時候 他們究竟是怎樣想的 下一節回來再跟大家說 好